这是一场奇幻的飞行旅程 透过科技的技术 在基隆这个台湾头就可以飞越全世界 让前来体验的市长谢国良 议长佟子伟 副议长杨秀玉与多位议员等贵宾 都觉得好惊奇 非常值得意游 由智慧集团打造的这个元宇宙实境体验馆 就在基隆旧火车站 新旧融合的新一项里面 展现出台湾第一个元宇宙体感科技 可以说从台湾头出发 引领科技新潮流迈向全世界 感谢智慧能够进驻基隆 然后也感谢前市府的招商 智慧的体验 小爱爸爸从小爱两岁开始 就有在带着他 一直都有在游玩 基隆其实也需要更多好玩的内容 那市府未来也会在这个周边 跟智慧搭配创造更多有趣好玩幸福的内容 跟市民来共享 好那这几年我们疫情复苏之后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旧交融的一个状态 然后有一个科技体验馆在这边 我想可以带给我们所有国际邮轮客 包括我们的所有其他地方的市民朋友 都可以来到基隆体验 我们基隆的进步跟改变 那我相信在谢市府带领之下 未来还可以增添更多的软实力 让我们基隆市中心 有更丰富的体验生活 那可能各位想说 那跟铁路跟这个火车站的旧站 有什么关系 其实过去啊 铁路或者是那个火车站 就是让大家可以 去到台湾任何一个地方的一个这样的场所 如果在过去的年代 你想去台湾任何一个地方 你要透过铁路通过火车站 那现在呢这个新的场馆呢 我想带你们各位到全世界 甚至到全宇宙去 所以我们里面有些体验设施 我可以带你去环游世界 我可以带你到一个 你可能没有办法去体验的情境 比如说我们里面有F16的模拟器 所以各位如果我们不知道 非F16是什么感觉 来里面体验就知道 对 其实我觉得基隆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但是甚至它是一个国际型的那种海港城市 虽然就是说基隆港的富力并不大 可是我觉得这样更好 这样反而是让很多那种国际的那种旅客 或者是国内旅客来到这个地方的 很容易看到我们这个新的体验场馆 那我们这个体验场馆是我们最新一代的产品 圆宇宙体验在 透过科技转换 让游客深历其境 体验把不可能转化为可能 可说是梦想的实现 对国际的邮轮旅客来说也相当有吸引力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救火车站的转型 引进了商业模式 也增加了将近50多个工作机会 实质活络了基隆在地的就业环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稍后 切磅 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